三分球已经成为了当今NBA越来越被频繁使用的武器大量的球队 更是因为三分球而受益匪浅 金州勇士队、休斯敦火箭队等顶级强队都将三分球运用 到了极致火箭队 更是提出了魔球理论 并弃了低效的中距离投射改成效率更高的三分球投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NBA更是但升了一大批顶级投手 其中最出色 但莫过于史蒂芬库里库里与NBA历史上任何一个射手都不同 他有着顶级的接合球能力其他投手 大多只能通过战术跑位或者队友船 球得到空间而库里能够通过变换莫测的运球合变 像给自己制造投篮空间 他是联盟中最出色的持球手之一 而且他在出手的一瞬间能够保持极佳的稳定性 当然库里的成功也与他日复一日科学的训练 以及他的天赋 密不可分他的父亲戴尔库里就是一名天赋异柄的投手 因此库里也继承了父亲的篮 求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 还有了如今这位大时代的三分投手 所谓时事造英雄固理事 这个时代必造的超级巨星 但也是他引领了这个充满三分球的时代 实际上三分球在NBA历史上的存在并不久远 NBA直到1979到80赛季才尝试引入三分线 当时NBA规定的三分线底线到篮筐的距离为6.71 米湖顶到篮筐的距离为7.24米 也就是在当时的情况 下NBA诞生了第一代伟大的三分 投手们其中就包括拉里博德博德在1986年 全明星三分大赛中跟对手们说的那句 你们是来争第二名的吗 成为了一段永恒的经典 博德13年职业生涯总计命中 649即三分命中率为37.6% 较命中数只排在NBA历史 第211位 但他依然是80年代最伟大的投手之一 雷吉米勒是继博德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投手 他也是90年代最杰出的投手 米勒在NBA 征战了18个赛季 全部是在步行者队度过的米勒整个生涯 以39.5%的命中率 投中了多 打2560个三分球 一度是NBA历史三分 王大后来还是被雷阿伦超越 现在排在NBA历史 三分榜的第二位 2011年2月12日 雷吉米勒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身着凯尔特人队球衣 雷阿伦打破自己的三分记录 雷阿伦刚刚入选名人堂 他与米勒一样都打了18个赛季 总计投中了2973G三分球 命中率高达40.0% 至今日雷阿伦依然是NBA历史三分球 命中记录的保持者 但很可能会被另一个神射手 打破那就是勇士队的超级巨星实地 分库里 他是一位具有化时代意义的投手库里生涯 至今只打了9个赛季 但他的总三分球命中数 已经达到了2129G 高居NBA历史三分球排行榜的第七位 库里的场均三分 球命中率高达43.6% 是上述几位神射手中最高的值得一提的 是库里还是NBA历史三分榜前十位的球员 中唯一一位年龄在35岁以下的球员 他今年只有30岁与上述三位 超级三分手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 门就门够看出库里 究竟有多么恐怖活的生涯 平均每个赛季投中50G三分球米勒平 均每个赛季投中142G三分球雷阿伦 平均每个赛季投中165G三分球 但库里目前为只平均每个赛季 能够投中多达236G三分球 他是NBA历史上平均每个赛季三分球命 中数最多的球员库里 进入联盟的第一个赛季 就投中了166G三分成功入选 年度最佳 新秀阵容第一阵容 2012-13赛季 是库里从脚踝大伤中康复的第一个赛季 他在这一年强化了自己的腿部力量 并且打出了一个疯狂的赛季 整个赛季库里总计投中 在多达272G三分球 一举打破尤雷 阿伦保持的单赛季269个三分球 命中数的记录之后的2013-14赛季 库里以701G三分的总命中数超越贾森 理查德森成为了勇士队 对时三分王如今看来这样的记录队 以库里而言简直就是一如反掌这一个赛季 库里又命中 在多达261G三分球 2014年1月5赛季库里在这个赛季 不仅率队成功夺冠 而且还投中 在多达286G三分球 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单赛季 三分球命中数记录 也就是在这一年库里生涯 第一次成功当选常规赛MVP 并且在全名新三分大赛上加免三分王 在这一年的记后赛中库里 以42%的命中率总计投中了98G 三分球打破了由雷吉米勒保持的NBA季后赛单赛季 三分球命中数的记录要知道你 类此选保持的记录仅有58G三分比库里 少了多达40个 2015到16赛季是库里生涯迄今 为止最为巅峰的一个赛季 这一年 库里交出了场均30.1分 5次篮板6.7注冠2.1场段的恐怖数据成 为了史上第一个全票当选MVP的球员 库里在加实赛 超软三分绝杀雷霆队的比赛中用 16次出手投中了12G三分 成为了季科比和唐耶尔马上尔之后第二位单场命中12G 三分的球员 并且库里在这一年还投中了史诗级的402G三分球 平均每场比赛投中5 1G三分继续刷新NBA单赛季三分球命中数的记录 在这一年的总决赛中用市队最终 已喊得在3比1领先的情况 下输给了骑士队但库里的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库里在总决赛中总季投中了32G三分球 打破了由丹尼格林宝石的27G总决赛三分球命中数的记录之后的2016-17赛季库 里连续157场连续命中三分球的NBA历史最高记录 被终结但也就是在这个赛季库里 在面对皮湖队的比赛中 终于成功打破了陈锋多年的记录 他仅仅用了17次出手救命 中了13G三分球 创造了NBA历史单场三分球 命中数的记录库里的三分改变了当代篮球的发展 他在面对联盟其他29支球队的比赛 中都有过至少命中6G三分的表现除此之外 他连续6年单赛季命中至少200个三分是NBA历史上 第一个半的这一点的球员 即便是在上赛季阴山紧紧出战50一场比赛的情况 夏库里依然投中了212G三分 库里目前距离NBA历史三分榜地 三位的杰森克里还差15分G三分的差距 按照库里目前的速度下赛季超越克里绝对 不是什么男时库里距离历史第二的雷吉米勒2560G 还有431G三分的差距距离历史第一的雷阿伦2973G 还有844G三分的差距就目前的情况 而言库里还需要几个赛季的时 兼才能完成对上数两位球员的超越让人被感期待 但是库里仅仅打了9个赛季 而米勒和雷阿伦都打了18个赛季 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库里超越这两位前辈只是时间问题 他甚至可能成为NBA历史上第一位命中3000个三分 甚至3500个三分的球员